然後那時候聽到價錢有沒有嚇到 我有 一開始就覺得很荒謬 什麼荒謬 我們一開始就有決定一定要找 我跟他說一定要找 還沒有確定婚期的時候 就有說一定要找 就是你們跟一個拍婚紗照的團隊 就這兩個就是我說一定要找的 然後我好像會看到你們是因為 滿久了耶 五六年前還是六七年前 你們很早有一支影片 是一個叫做Vanessa的人 你們還記得嗎 是他走在一個泳池邊 對 然後好像有重機是嗎 我是看到那個 後來就覺得說 我怎麼看到陌生人的影片也可以被感動 然後有眼眶泛淚 所以那個我看很多遍 然後我就傳給他看 就說我們結婚的時候一定要請到他們 一開始就覺得很荒謬 日期都還沒出來 那這個這有什麼重要的 很執著喔 很執著喔 對我就傳給他看 然後之後就去看你們好多個影片 然後都傳給他看 就說一定要請到他們 就覺得拍的很 就是節奏啊然後都很細緻 重點是看了就是不認識他們也會感動 然後那時候請到價錢有沒有想到 我有 就是執著啊 就是想說他很堅持啊 就是說一定要請到啊 就是一定要請到你們 然後也不能是其他底下其他人 然後影片哪一個段落是讓你覺得最有記憶點的 走那個浪的吧 走那個浪的吧 走那個前天拍的 對啊我覺得你們那個想法真的很不錯耶 就是有超過我的想像 就多拍那一段我覺得 加進去就是效果很好 親愛的老婆 今天終於到來了 距離上次求婚剛好是一周年 回想這一路上的回憶 其實 但是聽聽他其實講世詞是蠻很感動的 我喜歡你陪伴在我身邊的感覺 那種默契 心有靈犀的感覺 只有我們知道 未來的每一天 我會 謙卑 謙卑 再謙卑 對啊我沒有想要他那麼像綜藝卡 走綜藝路線 他說他覺得你們是整個婚禮中最值得的一項 投資 花費 就是當天那個影片讓我嚇到 嚇到 覺得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蠻厲害的 你們好像節奏還有一些拍子都會搭配一些畫面 然後就會看起來很氣勢磅礡 或是很震撼的感覺 對 因為我自己的朋友也有說 有一幕像他在看平面的照片 他就說他覺得這一幕 影片裡面看的時候很好看 因為搭配那個音樂啊什麼的 然後我蠻好的朋友也看很多遍 家人也看很多遍 你們真的很會拍 然後就在想說 只有婚禮可以拍嗎 你們還有拍什麼東西 可以繼續找你們 對 就覺得留下那些回憶還不錯 那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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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自身了